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當著蔡總統的面嗆蝦 官特勤趕緊將他架離 儘管周遭層層戒備 甚至把整個會場包起來 還是擋不住受邀的受難者家屬 家屬對蔡政府滿是期待 總統親自頒發恢復名證書 還強調今年是促轉條例通過後的 第一個二二八能夠完成立法 是政黨輪替的價值 福院同生給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們温暖 反倒祖父也在二二八受難的柯文哲 以往出席二二八追思 總是哽咽落淚 今年卻相對平靜 整個社會應該是走向 和諧光明的一邊 不知道 是留在那種 傷痛的氣氛裡面 二二八事件走過七十一周年 馬前總統也到二二八紀念館留言 藍綠一口同聲 歷史教訓絕不會重演 也希望受害者家屬有一天真的走出傷痛 藉由統一距離家園 安小組 台北報導 有天施的對平靜的地點 有天施的地點